我認識的人有沒有發生超自然的事情 對我來說我本身自己就有遇過 就是以前在四五年前有出差過 就是有去日本東北 去拍他們的介紹日本東北的環境 那我就有住到一個飯店 晚上的時候在睡覺 那兩點多的時候電視突然醒 打開了 我就朦朦朦朦的被電視打開的聲音吵 但它沒有播放任何的影片 它就是藍屏然後一直散 然後我就想說 可能因為日本的科技比較發達 所以他們會有那種時間的控制 然後兩點到的時候它自己會打開之類的 那我就很不以為來就去把它關掉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累 所以就繼續睡... 我就聽到馬桶水一直在沖 然後我就聽到想說 這日本也太高超了吧 連電視都自動了 連馬桶都會定時沖水 或者是它是有感應器的 所以當它在沖水的時候 我也不以為然地繼續睡 不理它 到隔天早上下來的時候 就是帶我們去日本東北遊走的那個導遊 他就說 Danny醬 早安 你好 你昨天睡得好嗎 我說睡得滿舒服的 怎麼了嗎 他說我昨天睡得很不好 我的馬桶一直在沖水 我快嚇死了 我說 我的馬桶也在沖水耶 他說 真的 我快緊張死了 我把那個岔頭拔掉 它還在沖水 然後我就上那間 就有點毛毛的感覺 但是 因為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 所以我也沒有想要表達什麼 然後後來 我在上網查這間飯店的時候 我才得知 原來這間飯店在十年前還是八年前 有被海嘯水淹沒過 所以它是重建 所以才需要很多藝人來這邊宣導 就是大家可以由東北 日本東北這樣 所以那間飯店就是本身 就之前有一些事故這樣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呃 好噁心喔 但是上次應該只有 這個時間是有遇到 超自然現象的部分 再來其他超自然現象 我不覺得 超自然現象是我自己的 本身的體態的感覺 就算我說 我去到深山工作的時候 或是去到比較 骯髒的環境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 乾熬 但是就是自己本身的 跟身體的狀態 所以我們還確定 是不是一樣 大致上就這樣